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综合做了所有检查 得知我现在是第四期淋巴癌 肿瘤已经遍布全身 他说行医二十多年 没见过这么多淋巴瘤的病人 因体力太差 要赶紧给我持激素恢复体力 再马上标靶治疗加化疗 我最近接触了原始点 我想用非侵入性自然的方法 请张医师指导 感恩 断层扫描结果 白色的部分都是淋巴癌 遍布全身 对比四个月前的样子 两腿都肿了 播放四十八颗淋巴癌的案例 结果就出来 他说我有三粒肿瘤 肿瘤是有多大多大 那时候我就不听了 因为我什么 我都知道原始点了 我听干什么 我就不理他 他说你这个肿瘤 是恶性的 会变癌的 他说我给你六个月 如果这个六个月的肿瘤的话 你一定要开到和发炎的 Biopsis Biopsis之后要开到和紧皱 要发疗 因为我那时候我听了 我就不怕 因为我什么都知道 那个原始点的原因 是哪里来的 所以我就不理他了 我就照样这样做 就揉揉揉揉他 然后喝姜 姜曾经里叫我喝六十克 我喝了六十克 汤我不喝 水果全都剪掉 我只能喝姜水 我煮了六十克 差不多是八盎司 很浓 我喝了一个月之后 好像很多东西排出来 喉咙葱啊 什么那个羊啊 一大堆的出来了 一个月之后我排血了 他有血出来了 他的血的好像是 粉红色的四次一样 第一次就排出来很多 在一个礼拜他就会排出来 他排了两次 第二车就很少了 三个月之后 医生就打电话了 他怕嘛 他说你要去做那个Auto Sound 我去做Auto Sound的时候 他就说这不对啊 他就不会全部都不见了 他说你吃什么药啊 你做什么 我说我们的药也没吃 我什么也没做 我只是喝江汤 温敷自己推 他说真的吗 不可能啊 好这么快 我就说这个三个事情而已 我就是做 然后我说那这么好啊 那你继续做吧 十八个月后你再看我 到现在二十个月 他就没打电话给你 他说你喝不了水的话 你要打电话给他 他说不可能啊 Amazing 为什么三个月就没了呢 就这样 现在我身体很好 好的非常好 但是呢 我就觉得就是按推啊 热能啊 一定一定要足够 我有五十粒的磷发 这边呢 我自己数了 有四十五粒的磷发 还有啊 我是数不完 不数了 不数了 太多了 这边是三粒的 二零一七年十月 奉我鱼温库 我刚刚这三个月才发现 我的那个热能不透 他的磷发还长 销 但是销得很小 我就觉得我的热能不够 原来的磷发是需要很多的热能 磨都磨不到了 你看都平了 还有三十粒粒在里面 你看四十多个磷发 好大哦 这么大哦 有小也有 大也有 现在这边也没有了 你看你可以磨到平了 你看很平了 你看都磨不到了 你看 这边我有三粒 但是好像没了 都已经平了 它磨到 但是它平的 这边你可以磨到 但是你看它都平了 你看 这里有一大粒一个疼的 这里可以磨 之前是疼的 你看现在你磨它 它是不是平了 你看都不疼了 上次当我推的时候都不能碰 我都自己这样做的 这样磨的 这样磨的 然后我有那个工具 我也这样做 全身里都要这样做 自己做 做好了就我一粒药都没吃过 其实我说真的 谢谢张医师了 真的 延时点 没有这个我真的死定了 好这个是早期的案例 也是一部分就回答现在 这位患者 他自己摸到下巴有几颗硬块 也就是西医说的肿瘤 那让他看了我相信他应该就大致方向就懂怎么用 他刚刚有提到他有喝龙姜汤 然后还有按推还有温敷这三种一定是必然要做 那事实上从患者的照片也可以看出来他脚已经有浮肿了 那只要有肿一般就是热能严重不足才会啦 那处理上如果两腿都肿了那这个是属于重病了 那重病一定要补充热源 就是刚刚患者讲的都适合你 那还要刚刚我们第一个案例的分享 就是从日常生活中要加强运动 然后生活作息心态上还有观念上一定要正确 然后按推部分可能如果附近有公益点或怎么样去找他们知道 如果没有那就暂时先看我网上的一些按推的一些教材 这样也可以帮助你 那重点在心态上要改变 没有一种药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治病 真正能治你的病是你自己本身的治愈力修复力 所谓的治愈力修复力简单讲就是体力啦 那这个要靠自己来锻炼 那观念上我建议因为你刚进来 我还是建议你多讯息把我之前因为这个课已经从一月份就开播了 那到现在也已经五个月了快五个月了 那这样长的时间这些影片我觉得你可以只要有时间就多看一下 那里面很多的问题也可以获得解答 我暂时就简单回答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